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各位今天继续收看我们的诚实世界新闻!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世界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件呢?开始之前,请各位按下订阅小铃铛跟赞的按钮,这样以后老师更新的时候,你才能获得通知哦!好!我们来看看中美贸易战这个情势,又发展到什么样的状况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法国,参加 中国人也带来了,中国人也在其他二战的诺曼第登陆,75周年的时候!就再次的上调捉关税的措施!向中国发出了警告!她也表示中美贸易战的谈判,现在正实现有趣的发展!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对了2500亿美元加征了25%的关税!他还可以继续,至少针对3000亿美元的商品,继续前往加税! 特朗普也提到是说 正在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 中国非常想达成一项协议 他也表示啊 对于他因墨西哥移民的问题 发出的关税威胁 美墨官员于周四将继续的进行谈判 上个周三谈判已经取得了许多进展 但这位特朗普表示 墨西哥官员必须采取行动 未来几天,可能会发生颇具戏剧化的事情 当然 他所说的戏剧化 应该讲的就是墨西哥了 对于中国 特朗普最好不要太希望有很多的戏剧化 为什么? 因为对于中国来讲 他的戏剧化 就是再也不跟你讲话 再也不给你买美国的农产品了 反倒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俄国期间 重点关注两国贸易和外交关系 双方在周三的时候已经签署了大量的贸易协议 俄国的官方媒体称 两国正式进入新时代全面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二在中三签订的联合贸易的声明称 中二进入到新时代 迎来更大的发展新机遇 为此双方加强经贸和投资方面的合作 并加强的推动什么呢? 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的联盟 这里面最值得注意的是 在签署的商业协议里面 俄罗斯最大的电信公司 MTS将允许华为在俄罗斯开发5G的网络 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含义哦 如果连俄罗斯都买了华为 那欧洲跟第三世界肯定不能做事 俄罗斯的科技发展越来越快速了 这对整体的国力将会有很大很大的威胁 所以川普他倡议要全世界来封锁华为 或许只能在手机上的封锁可以成功 而对于网路设备将随着中国的主要盟友 越来越普及的使用华为的5G 而更加的动摇 或许在突发状况之下 这些欧洲的联盟可能会跟华为进货 最终发展5G最慢的就会变成美国了 这对美国肯定是一件超级坏的事情 因为网路你输人了 那你的军事肯定也会受阻 这次访问俄罗斯的状况之下 俄罗斯他其实跟乌克兰的双边关系也在恶化了 俄罗斯几年前的就开始把这个争议慢慢的淡化 并且把他的发展往东方去转移这些焦点 也就是说中美贸易目前的发展跟老师之前的预测 有点点类似 美国要对付中国的时候 俄罗斯可不会只待在家里去喝他的福特加 那么下一个金小胖会不会又出来闹事呢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同时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布局 目前荷兰家将要加入中国的RQFII的协议 什么是RQFII呢 就是人民币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就是主要投资于中国所发行的人民币债券以及债券基金 认购及苏惠人单位呀 都必须要用人民币来结算跟支付 这也就是类似于美国纽约外汇交易所的这种功能 就是要认可的境外市场来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的货币 目前获得中国搬出的RQFII的额度 包含了香港、新加坡、英国、法国、德国、美国、韩国等数十个国家跟地区 而现在荷兰也加入了这个政策 中国的方向其实越来越明显了 就是他想摆脱美国美联储 他对于用美元掌握世界经济的问题 要把人民币挤身于美国跟欧元之间的同等地位 如此才能保证中国的经济 如果你未来开放的时候 不会被美联储的外汇攻击而被拖垮 这其实也包含了 美国现在跟沙烏地阿拉伯等国购买的原油 都是用人民币来结算的 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国内 美国华尔街投资者 在过去一个月中美贸易战的状况之下 造成股市的动荡 他们发现了一件值得安慰的事情了 为什么呢? 他们认为股价看起来现在很便宜哦 怎么说呢? 股票的现在的估值是在这个几个月来的最低的水平 根据Festseed的数据显示 目前标准普尔500的指数 据未来12个月中的状况 是属于相对低点的市盈率为15.7倍 低于5月初的近17倍 过去一个月 由于市场担忧以及衰退的临近 标准普尔500指数大幅的走低 美国国债的收益率 成为多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与此同时 该经济数据仍然还是很强劲的 几乎没有人认为衰退会立刻的就来报道 就像之前的经济大恐慌一样 这个状况应该不会出现 因此 有一些人不断把下调的预估值 试入买入股票的一个理由 这就什么? 危机入市 瑞云全球财富管理美洲首席投资长表示 毫无疑问 股票已经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但依然存在了一些担忧 该机构在增加对通信股的开口 同时减持科技和工业股 在此之前 美国的美联储的委员会 他的主席鲍威尔 释出了可能会降息的信号 此举将会增强目前股价购买的吸引力 并缓解通知者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 受这个担忧的拖累 所以美国的债券收益率已经跌至今年以来最低的水平了 债券的收益率下降 以及低利率会提高股票 对投资者吸引力 因为投资者希望获得比美国国债等相对安全的资产与回报 但债券的收益率的快速下滑 当然也会令这些投资者很担心 这个通常的预示着市场经济对前景 并没有什么信心的状况 虽然我们知道美联储是一个世界上最邪恶的机构 但不能不说 他在处理类似的金融问题上 他是蛮有益手的 至少这个美联储按照利益结构上的问题 他比较不会随着川普去类似的疯狂举动 但是以银行家的角度来看 很多时间危机就是他们入市的最好时机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澳洲 澳洲的经济今年第一度的增长势头 已经降温了 创下十年以来 最慢同比增幅 消费者开支仍然受限 全球经济前景也因为贸易战的争端的恶化 而变着暗淡 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了 第一个季度的经济环比增长0.48 同比增长1.8% 经济学家此前预计环比增幅应该要0.5% 同比增幅应该要1.8% 尽管当季的澳洲政府开支 他的增长幅度很高 但是只有部分抵消了消费者开支的疲弱 和住宅投资下降的影响 为抵消全球贸易的紧张局势 和中国经济放缓的预期影响 澳洲近三年来首次降息了 成为今年实施降息的最大发达经济体 与此同时 中国公布了提振经济增长的计划 包含新的减税方案 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放款 对中国经济的风险评估 使澳洲尤其亦受到贸易紧张局势的影响 澳洲对华乐出口 占到其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 其中最主要是铁矿石和煤炭等工业品 新西兰也就是纽西兰 于上月下调的利率 纽西兰同样仰赖中国的旅游 跟教育留学的需求 以及出口奶粉跟农产品 印度跟马来西亚菲律宾也同时下调了利率了 不过这个基隆市场开始反映出 投资者越来越怀疑 这个经济是否能够经得起可能出现的威胁 尤其是中美贸易战有关的威胁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澳元已经逼近了十年来最低的水平 债券收益率触及历史的低点记录 就如同老师在中美贸易战所评论的 美国发起的这场几乎是义和团式的贸易大战 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会慢慢的浮现 特朗普或许以为世界会像80年代 美国痛载日本那样的方式能够战胜中国 但30年已经过去了 老的方法或许已经无法适应现在新的国际环境 尤其这里面不只包含穿产 更包含了千亿法而动前身的世界经济了 所以在澳洲调降之后 亚洲方面印度的经济扩张放缓之际 印度央行也在周四下调了关键贷款利率 0.25个百分点 从6%调降至5.75% 这是今年的第三次降息了 上一季度印度的经济速度放缓到了5.8% 受消费和企业支出双双下降拖累 印度至3月31日的财年经济增速 降至五年来的低位6.8% 对上周开始的第二个五年的续任 印度总理莫迪 提振经济将是他的一个重大挑战 印度现在国内的状况 随着他的民主主义跟他的一个经济混乱 还有地方举措的不当 目前印度的经济其实也是岌岌可危的 这里面借由特朗普 也就是川普搞出的事情 可以说未来或许反而会帮助到了习近平 为什么呢? 因为原本印度跟马来西亚这些国家 原本是要抵制中国一带一路的快速成长 这样的状况之下 四处点了战火 那可能会反而让这些国家被逼着 你必须跟中国来合作 来换取了一些经济的发展 最后我们来看看英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 一旦英国脱离了欧盟 美国将与英国签署一项覆盖 非常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 这个提议将要求接受这些印托欧的人士的首相 他们可以达成印托欧的要求 什么是印托欧呢? 印托欧就是完全不理会欧盟的分手费 而是直接单方面的跟欧盟来个分手 很潇洒! 看起来是这样 但是后面将会被欧盟的各国完全孤立 因为这代表是英国 你不能再被这些国家所信任了 不仅仅是你个人的立场问题了 这对英国肯定是坏到不能再坏的事情 也就是说 特朗普希望怂恿英国的新任首相 来达成印托欧 让英国成为了欧洲国家的公敌 然后英国就只能乖乖的跟美国合作 甚至让美国伸手插入英国的经济体 让他们能够全部绑在一起 不过就算是英国印托欧啊 这些贸易协定可能要好几年的时间 你也才能够实现 而且在英国跟美国之间的民意 也会有很多的政治障碍 更不要说 特朗普也就是川普 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呢? 撕毁你一切的协议 全部重来 这对英国当然也是不能不考虑的风险了 感谢各位今天大家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下方有老师推荐的视频列表 欢迎新朋友浏览老朋友回顾 若你需要老师的专业命理 自行服务 在视频列表最下方 以及这里 都有老师的联系方式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